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巨量就是需要较为大量 意思是 人体所需要较多这些营养素 这类营养素能提供身体热量 维持人体器官等正常运作 也是构成身体细胞组织的主要成分 人体所需要巨量营养素的需求量是以克计算 巨量营养素包含有蛋白质 糖类以及脂肪 每一种巨量营养素对身体健康都有不同作用 巨量营养素可提供人体热量 如糖类和蛋白质每克约可提供四大卡热量 脂肪每克约能提供九大卡热量 在巨量营养素之间是可相互转换的 例如 糖类可转换成脂肪或是氨基酸 当糖类或者氨基酸过多时 也能经由肝脏重新转换为脂肪 但无论是脂肪又或是糖类 都并不能够转换成为蛋白质 所以 巨量营养素里 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 不会有任何一种增肌或减脂的方式 不食用蛋白质增肌或减脂时 也都需要知道如何分配与摄取营养素 也能说是应该如何分配巨量营养素的摄取量 首先 需从蛋白质开始 因为蛋白质是肌肉生长中最为重要的营养素 每一个人需要的蛋白质与糖类 以及脂肪的摄取量都不相同 需要以身高 年龄 体重 以及健康状况等来评估需求量 若把人体比喻成机器 巨量营养素就有如机器运作时所需的燃料 相对的微量营养素就会是机器的润滑油 微量营养素也称之为微营养素 就是指需求量相对较少的营养素 但对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相对重要作用的营养物质 主要包含维生素与矿物质两大类 并且身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的 因此也被称为必须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需要从食物中获取 但食物中含有微量营养素的量都并不相同 所以需要食用较多种类的食物才能获得较微均衡 与足够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在平时适当摄取微量营养素 对于保持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身体都有其不一样的作用 并会受到年龄压力以及健康状态的影响 使得所需要的量也会有所不同 虽然微量营养素需求量比较少 却也是调节身体机能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相对于巨量营养素 人体对于微量营养素的需求量较少 这就是这些营养素被标记为微量的原因 人体每日所需20种以上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这些微量营养素并不能提供热量 因此与巨量营养素会有互补的作用 微量营养素能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当摄取不足时容易会引起缺乏相关性的症状 严重时也有可能会违及生命 所以建议食物需多样化摄取 身体才能获得每日最佳的摄取量 一般情况下并不容易自我评估 微量营养素是否缺乏 可一旦缺乏就容易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 导致维生素吸收不易与身体酵素失去活性 虽然微量营养素在人体的量不高 但却像个小螺丝一样 让生命与健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植物营养素又称为植化素 是存在于植物中的天然成分 能够为植物带来缤纷的外观 颜色越鲜艳的蔬果 能摄取到的营养素也就越多 无论是蔬菜或水果、豆类、鱼骨类 以及茶叶等蔬果植物之中 都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 植物与蔬果中的植物营养素 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 能够减少自由基对细胞与基因的伤害 并能够提高人体抵抗氧化的能力 进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并有部分植物营养素 能与病毒颗粒结合 协助预防病毒结合人体细胞 因此当均衡摄取较多种颜色的蔬果食物后 能够提升人体生理机能 预防与改善疾病 并强化抑制癌基因的活性 进而减少致癌基因外在表现 也能够预防癌细胞的生成 以及降低离癌等风险的发生 即使已形成了癌症 植物营养素也能在不同的病况中产生保护与预防的作用 因此植物营养素在维持健康 以及对抗疾病上 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在影片最后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与讨论 说出你对于巨量营养素与微量营养素 以及植物营养素的看法与感想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